第一條我想問就是關注新冠病毒在冷凍食品的風險 文件第15段就說截至今年3月中 截至我想知道是從何時開始到今年的3月中 抽驗了超過3萬個樣本 其實大家還記得我們去年在土包環街市 就是有來自印尼的冷凍的倉魚兩本 驗到陽性 街市也要消毒,也要去化驗 所以我想問一問,究竟這個3萬個樣本冷凍食品 是佔了我們總數輸入的冷凍食品的百分之幾 第二就是在我們疫情,我們1月中後 香港的本地疫情是開始幾何級上升 在1月打後,食安中心有沒有因應本港的疫情 是加多了抽驗的 為什麼我要問這個數目呢? 因為其實病毒涉事4度以下的冷凍環境是可以存活幾個星期的 所以我想看看政府有沒有因應我們自己香港的情況 現在也是有一個爆發的情況 如果沒有加到抽驗,我促請政府要正視這個問題 這次的疫情也可以看到 除了中央支援之外 我們本地的食物供應鏈都是很重要的 除了逃房之外,就是本地的農場 我看到我們雖然內地有供應一些雞苗給我們 但是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是沒有了 而我們本地的農場其實都沒有這個枯化的機器 一直以來,其實支援漁龍界這一方面,我覺得政府是不足的 其實這次吸取了這個經驗之外 我們會不會考慮一下,就是要增加一些資源給我們本地的農場 再去提升他們的功能 譬如讓他們加裝一些枯化的機器 讓我們日後可以有這個減低的成本 又有自己的能力去枯化一些活計 謝謝主席 那關於這個雞苗的問題,我想暫時已經解決了 因為我們也有很積極和內地提出那個專班小組 講講供應香港物資的時候 都提到雞苗有一個時候是短缺 那現在似乎供應是正常化一些 還有他們那些雞籠找一些已經枯化了的小雞回來做 也可以,暫時解決了 我們會以後再有機會再跟進這個問題 我們極度重視冷凍鏈的抽劍 因為外防輸入一直是我們堅守的一個防線 那我們怎樣去做呢 因為香港其實是一個食物的入口一個大的中心 我們做法就會是 我們成立了一個特別隊伍去做一個監測 那麼我們監測什麼呢 第一,每天都會看回內地海關的宣佈 看回內地各個省市 如果他們看到有一些冷凍食物的環境樣本 或者其他樣本是有COVID的話 我們就會在香港看到 看看那批東西有沒有進來香港 也都跟內地保持聯絡的 另外如果他就算沒有進來香港 我們相應的食物 都會希望在香港抽養 去加強那個檢測的 另外就是我們做了一個扣檢的工作 就是說我們如果驗到 驗那個食物 我們就會扣檢 就不希望如果是有一些 陽性的 食物樣本 還可以流入去市面 另外 他問你數字 我建議你回答數字會好一點 剛剛議員問到 那個3萬個數字 其實是在什麼時候開始 這個因應紀錄應該是2020年6月 當時我們發現 內地有一系列的報告 我們就馬上就開始在外防輸入那方面去拿版 當然因應的情況 我們過去也是增強了抽檢的數字 不過最近其實因為第五波 我們的驗版的數量 都會是在衛生署下面 衛生防護中心那個實驗室那裡去看的 所以也是要平衡那個緊急性 因為第五波是很多市民 是染疫 那個 那個緊急性 就是會去了 驗一些市民的版 但是我們仍然有繼續 去驗那個外防輸入冷鏈的 抽檢的工作 那我真的要補充一下 因為他2020年到今年 其實兩年 數目真的太少了 另外補充一下 庫局 我覺得要預議紀錄的 我不是就這樣說解決現在的問題 是應該要增撥資源給本地的農場 去安裝這個枯化機器 請多謝